7月10号下午3点钟 我女儿带着 带着就是我们自家的小狗狗了 从那边走过来 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来做起来 来取快递 然后车子下面躲着一条狗 最晚先从车底下 蹦 蹿过来 我家女儿就赶紧把狗递丢起来了 就不想 主人保护小狗很正常 就递丢起来以后 然后那个狗就咚的一击 这边咬了一口 这边咬了两口 颜阿姨的女儿 今年30岁 从照片看 右小腿有抓伤痕迹 还流了血 当时马上去了医院 经诊断 伤口暴露等级三级 下肢有多处伤 目前已经注射了两针狂犬病疫苗 医药费花了1500块钱左右 颜阿姨提到 今年1月份 她自己也被流浪狗咬伤过 她有一段存在手机里的监控 说是当时走在路上 有两条狗围在她身边 跑来跑去 其中一条狗突然冲她左腿 咬了一口 小区那个18段这个位置 那么那个狗也是 从远处啪啪啪跑过来 崩的也是咬了我 也是我捣了一次小狗 它就是它先攻击狗 狗攻击不到了 它就攻击人了 伤口现在已经痊愈 颜阿姨说 当时去医院处理 花了1000多块钱 母女俩接连在小区里被狗咬 她期望这样的事 不要再发生到别人身上了 那当然我们一家就两个人了 就是碰到这么倒霉的事情 我的诉求是社区 还有城管 包括物业 他们要重视这个事情 包括城管部门 它其实也是来了好多趟 来抓了很多次了 包括去年 还有今年上半年 其实这些流浪狗 他们已经都抓过了 抓掉了两条了 现在还剩这一条 那么这一条呢 这段时间城管 也是积极地在跟踪在抓 那么我们社区呢 也是会积极地配合 就是也做好宣传嘛 就是号召大家 也就不要去喂养它 避免就是有这种事情发生 社区这边表示 会联合城管部门 在一起努力下 记者在小区转了几圈 可能因为天热了 狗没有出现 夏季高温 动物也容易情绪急躁 加上大家穿着清凉 被狗咬伤的案例比较多 就是流浪狗它的这个风险更大 一旦被咬了以后 尽早地就诊 尽早地打这个疫苗 这个很关键 就是理论上是越早越好 但是呢 还有一个误区呢 老百姓认为 我超过24小时 我就没用了 我就不去处理了 这个是不对的 只要是就没有发病之前 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都是有效的 徐医生说 如果只是被狗抓了一下 没有窗口 只需要清洗消毒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有窗口 甚至流血 就要根据实际情况 考虑注射狂犬病疫苗 和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这里也提醒一下 如果家里养了狗 出门一定要牵狗绳 还要注意时间段 在杭州 遛狗时间规定是 晚上七点 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之间 188黄剑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